給我三分鐘 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歡迎來到法王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相信很多人跟法王一樣 都是屬於三明治世代 就是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幼子 嗷嗷待虎 我們都是家中經濟的支柱 如果我們不幸失能了 除了家中失去經濟的來源之外 因此產生的龐大的照護費用 還會對家庭造成不小的負擔 如何管理這種風險 法王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失能險 第一個法王想跟大家談一談 什麼是失能險 失能險顧名思義 城堡的保險事故就是失能 一般我們比較熟悉的失能 是意外險裡面所稱的失能 也就是因為意外事故所導致的失能 意外事故就是外來突發 不可預料非疾病 所造成的失能 而失能險的失能 除了意外的失能之外 其他不是因為意外所造成的失能 例如因為疾病造成的失能 也全部都在失能險的城堡範圍 根據統計 因為慢性病所造成的失能 例如心血管的疾病 糖尿病 泌尿系統的疾病 或者是失智所造成的失能的人口 比意外失能的人口還多很多 失能險正好可以去補足 因為非意外失能這塊的保障的缺口 大多數的失能險 雖然關於失能等級的分類 和意外險一樣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 不過因為它 支付的項目比較多 支付的金額也比較大 所以有些的支付項目 只限於比較嚴重的失能等級 也就是第一級到第六級的失能 第七級到第十一級的失能 是沒有給付的 這點請大家在購買保險的時候 必須要詳細閱讀 失能險的商品說明書 那麼失能險到底有哪些的理賠項目呢 各家的保險公司不盡相同 但是原則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叫做失能保險金 一旦醫生確診了失能 而且被保險人在確診的時候 還在生存的時候 保險公司就會給付一筆 一次性的失能保險金 第二種叫做失能輔助金 被保險人在經過醫師診斷 確定失能之後 如果還生存一定的時間 比如六個月以上 保險公司就會按月支付給被保險人 失能輔助保險金 一般來講都是保險金額的 2%左右 而且最高可以支付到20年 如果以100萬元的保險金為例 被保險人每個月可以領到2萬元 另外要注意的是 大多數的失能險的商品 都有 貨免保費的規定 也就是 被保險人一旦被判定是 第一級到第六級的失能 保險公司就會 貨免被保險人的保險費 也就是在確定失能那天開始 被保險就不用再繳保險費 這個對被保險人保費的負擔 是減輕很多的 那麼到底什麼人需要購買失能險呢 如果你跟法王一樣還年輕 而且是家中的經濟來源 法王會建議你 可以購買帶有失能輔助金的失能險 這樣子的話 在一旦失能時 可以對家中提供一筆不小的經濟保障 也可以藉著這筆每個月的失能輔助金 來支付照護的費用 你說是不是呢 3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